上個月22號在台灣Apple公網訂的新12吋MacBook 今天5月28號終於送來了 足足等了一個多月 原本想在Apple市裡通路買 結果問也是要等 所以還是在Apple公網訂比較方便 而且規格還可以客製 新MacBook有銀、灰、金三種顏色 我選擇的是金色版本 螢幕尺寸是12吋 CPU我是客製到最大1.3 8G記憶體 SSD也是選擇最大的512GB 因為不曉得之後可不可以升機 所以直接買最高配的版本 直接來開箱 MING PAL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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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輕喔 不曉得鏡頭上看起來怎樣 不過實際看MacBook的金比實際想像中的金還要金 我們先來看看它的配件 USB Type-C的傳輸線 兩頭都是光頭 USB Type-C的充電器 它是這種小頭的 和iPad的不太一樣 iPad是右邊這種大的USB 標準USB 新MacBook中小的USB Type-C的接頭 正反都可以插 一樣 再給拔下 使用手冊 因為是金色版本 所以是送金色蘋果 如果你是買太深空灰或是銀色就會送銀色的蘋果貼紙 中文使用手冊 直接來打開主角MacBook 從後面拉開 從後面拉開 同畫面拉開 膜紙啦 物件物質感很細緻 蘋果現在都沒有汽燙 而是 用手共樟口 會可是這個是金色都沒有 我看哪幾個 很輕很薄 用來傳輸資料充電視訊輸出 全部只有一個接孔 有一個USB Type-C的接孔 左側只有一個接孔 右側也只有麥克風和一個3.5的音源線 用來接耳機用 底部有4個黑色幫摩擦電 鍵盤尺寸非常大 也非常緊密 因為是台灣版本 所以上面有爆破嗎? 這是新的疊式鍵盤 按下去比較穩定 雖然鍵程比較短 但是按下去比較沒有那種搖晃的感覺 即使是點在邊角還是 下面是新的False Touch觸控板 每個地方都可以點擊 之前的觸控板只有下面可以點擊 它可以感知你觸控的壓力 上面是喇叭 感覺非常精緻 男生可能感覺會有點小 男生如果是手大的話 感覺可能會有點小 女生用12寸的話 差不多 所以我可以想像一下 那些觸控板 在裡面的手中 然後就可以看到 那些位置 又是你 我會不會有的 我會不會有的 我會不會有的